2018年超过17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数据 至少35%的确诊患者会死于癌症 但多达三分之一的癌症与我们吃的食物有关 请看休斯顿庆红军的报道 有些食物有帮助因为它们含有纤维 而另一些食物则具有抗癌作用 有些有科学依据的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和预防癌症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说法 茶中的抗氧化剂可能会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有一些证据表明它可能有助于预防癌症 在动物研究中 茶中的二次茶素可以阻止癌细胞侵入人体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单独保护您免受癌症的侵害 但研究表明各种蔬菜、水果、全穀物、豆类 和其他植物性食物的饮食和饮料有助于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在实验室研究中 有益的抗氧食物包括 苹果、芦笋、蓝莓、西兰花和十字花科蔬菜 萝卜、菜花、樱桃、咖啡、蔓越门、大蒜 柚子、葡萄、橙子、豆类、干豆、豌豆和扁豆 菠菜、草莓、茶、番茄、核桃和全穀类 在制定膳食计划时 请确保食用少量的酒精 加糖饮料和肉类食物包括各种含酒精饮料加工肉类 香肠、火腿、培根、热狗、意大利腊肠 红肉、牛肉、猪肉、羊肉和加糖的汽水饮料